就是对 因为你的表现会直接给对手造成这种压力 所以我尽量 因为我知道我有这种感触 所以我上次也 我一定把我的手捂得很热 说得很热 因为他一握我的手 因为一热就代表你这人不紧张 你的手特别凉 冰凉 说明你就紧张到极限 所以我一定会把我的手捂得特别热 卫装一下 所以你看看 这赢一场球容易吗 这顶级的原来太难当 对 人家说武装到牙齿 这已经是什么 在前的这个手武装到体温了 今天把秘诀说了 下回啊 咱们打球的时候 先准备一个暖手宝 先错 计约一个 因为你表情可以去掩饰 紧不紧张 但是从你的这种生理反应 也是不能够 所以老张一般跟我握手 是这样轻轻碰我一下 因为我太了解了 点一下就可以了 对 确实每个运动员身上都有很多优秀的品质 就像王楠刚才讲到的这些细节 这个中国乒乓队强大 你想想多少个冠军 多少个这种细节 所以够外国人 学一阵子 你看这小孩才开始跑 通过检球 就是投入 投入进去的慢 发动 调动自己 也慢了 就像今天下午 咱们说那个 是周启豪吧 对 就是先输了一局 第二局才开始 慢慢的要投入进去 已经晚了 其实这种慢热行 我觉得有很多 不仅是这个 明星大腕 也不仅是说这个 我当年就是慢热行 你看 现在他很积极的在跑了 刚才就站到中间 用反手 是吧 现在敢于搏杀了 侧身 也开始跳起来 这个眼神才是对呢 这个眼神应该在 在高 这么十公分 五公分 敢于直视刘诗文的时候 才代表他有信心 对 一般一个运动员 如果低着头 在那打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没有信心 对自己 就是战胜对方 是没有信心的 被对手吓到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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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感觉这一局逞手的状态比第一局好很多 这个百万短怎么跑那么远呀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 在场上打球的人会非常迷惘 看球的人很清楚 但是真正站在那个时候 你走不出来的时候真走不出来 谁都不知道 就是王楠说的这个 我是在看他打球的时候 思想茁壮成长 为什么这么说 08年奥运会在北大那场球 他对郭岳那场球 我老在说 他对郭岳那场球 其实那个时候 他已经是年龄大了 郭岳是往上冲的这个年轻的小将 从技术上来讲 王楠已经不占优势了 但是那场球一上去 王楠知道这种劣势在什么地方 上去之后就跟他去搏杀 去拼 给他心理压力 我记得前四个球 这个发完球就侧身 完了接发球的时候 接一板就侧身 完了这两个球完了之后 郭岳才醒过来 哎呦干嘛呀今天 要拼啊 完了以后 等到第三个又侧身 哎呦真拼啊 真拼啊 等到第四个球 还侧身的时候 本场比赛已经结束了 从心理上已经击溃对方 我当时突然一下发现 这个 我打乒乓球没打明白啊 拿了七次世界冠军 没打明白 但是看王楠打完那场球之后 我就发现 我把这个球 看明白 说明白了 也就是什么 真正的这个赛场上 他是在什么 真正的奥运精神 什么叫更快 更高更强啊 他就是在挑战 每个人的极限 就像王楠搏杀的那四分球 他就是在挑战 郭月心理的承受极限 你从心理上 把他击破了之后 本场比赛已经没了啦 因为我技术已经 不如他先进了 我只能跟他平台 就是先进了 所以 要许多讲 要许多讲 所以我说张继柯也好 马龙也好 马龙现在最鼎盛时期 但现在张继柯现在所有的表现我都特别能理解 就是他现在在这个圈里边有的时候会怀疑自己 其实 刘伟姐当年肯定也是有这个过程 它是一个心理较量的过程 和自己较劲的过程 确实就像今天下午谈到了有一个对手是自己 对 一定是 对 那个时候是首先要战胜自己才能战胜对手 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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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场球刘诗文的这个优势还是比较大 陈可这个 这个在技术环节上 他对刘诗文的制约性 给他这个威慑力还是不够 下一点 这个陈可我觉得 他的这个 终活技术我觉得还是应该在提高 他的反手非常棒 他的正手我觉得应该在加强一下 他认为在这种大赛当中有一点漏洞 很容易被对手就制约了 是 嗯 嗯 7-5 这样的话 刘诗文 2-0 站上了陈可 对不起 谢谢 谢谢 条 Bread Companies 你 複位 你 你